《静观心菩萨法》 我们在讲授精注金刚心菩萨法 一般来讲起来 这个做完三个 观想 这个持咒 入山末地以后 出定 都是要做肥像 这个肥像就是讲 你修这个法 本身 收归何处 收归何处 就是肥像 那么你自己的祈祷 你自己心之所向 其实就是讲的 就是肥像祭 那么肥像祭有很多种 很多种 你自己本身来讲起来 这个个人的肥像 有时候可以自己写肥像祭 也可以用唱颂 那肥像有时候 你也可以用唱的 用颂的 显出你自己本身的心之所向 就是肥像 那么每一个修法当中 也有战祭 也有肥像祭 所谓战祭 就是赞养 金刚心菩萨的 就叫做战祭 肥像祭 就是自己心之所向的 就叫做战祭 就叫做回向 那么金刚心菩萨 祂的战绩也是很多 事实上我讲过 金刚心菩萨是很大的菩萨 祂是五佛的法王子 在密教里面第一大的菩萨 就是金刚心菩萨 所以这个法应该是讲 虽然是释迦行 其实金刚心菩萨法 就是一个很殊胜的大法 因为金刚心菩萨是五佛 化身的法王子 法言中 文知实力菩萨 普贤 是法王子 净土中 观世音菩萨 大四字菩萨 是法王子 密教 金刚心菩萨 金刚沙斗 就是法王子 这个有所分别 你修密教 你法王子是谁 最大的菩萨 就是金刚沙斗 你看每一个祖师 他们在禅定里面 猛受金刚沙斗的 放光加持跟受法 莲华僧大师 是密教的祖师 祖师爷 祖师爷的上头 还有金刚沙斗 还有金刚沙斗 所以莲师 莲华僧大师 也猛受金刚沙斗的受法 跟加持 所以你说金刚沙斗有多大 大的不能再大 他是最大的菩萨 密教里面最大的菩萨就是他 所以他是祖师爷的爷爷 跟你讲 你说我 我师父最大了 我师父是祖师爷 你知道祖师爷的爷爷吗 祖师爷的爷爷 金刚沙斗 这个不是开玩笑的 这个 这尊菩萨不是 他是 你看 密教本身就是由他传下来的嘛 龙树菩萨还是要面见金刚沙斗的 然后龙树菩萨是八宗之主 还是要面见金刚沙斗 得金刚沙斗 付法印给他 这个不是大法 是什么 他的百日明咒 他最后 每一个法当中都要持百日明咒 什么作用 为什么要持三遍 他有补白的作用 什么叫补白啊 以前我们写文章的人 写写写写写到最后 那个印刷厂在印 印到最后 哇 空了一百 不好 空了一点点 那个字没有办法把一页弄满 怎么办 那就叫补白 补白就是这个白的地方把它补起来 报纸上写写写写写到最后 哇 留了一点白了不行了 那赶快请一个这个大作家赶快来补 就把那个文字给他补到刚刚好 圆满这样子 连多一个字少一个字都不切 这个叫做补白 百日明咒有补白的功用 你在修法的过程当中有舒服了 对供养方面舒服了 对敬礼礼拜方面舒服了 疑鬼舒服了 不敬心舒服了 生口意不敬的时候舒服了 你念百日明咒就补白 把你弥补掉 把一些措施给他弥补掉 这个功用就很大 所以每一次修法念三篇的百日明 这个原因就是在这里 因为他有补白的作用 这个百日明咒可以消业障 可以征服费 可以弥补所有的过失过错 消除掉所有的业障 所以他的利益是很好的 而且他本身 你念完百日明咒的话 这一切包括生口意 全部都清净 你自己的生口意就清净 百日明咒到底是 持长咒好短咒好 这个就是你个人 个人自己 你今天在修法的时候 时间比较长 你认为我比较空闲 那你一定要持长咒 持长咒 你自己认为今天修法的时间 比较少 那你就持短咒 就持短咒 功德长咒短咒功德一样 功德一样 但是你不能因为你拖懒 想说持短咒 拖懒一下 你不能有这种心 不能有这种心啊 你这样子去持咒 就不好了 就是说你看看你自己的时间够不够 你持长咒或者短咒 都可以都是一样的 那个百日明咒啊 是每一次修法都要持的 都要持的 那这一点是非常的重要 那像百日明咒啊 应该讲起来在密教里面啊 在我们密教行者里面 应该是长词的咒语 就是很久 每一个人都一定要背 这个咒语是特别重要的 特别重要 包括了 深 口 意 清净 包括了《金刚经》里面所讲的 我空 法空 众生空 受则空 也就是无我 无法 无众生 无受则 这种现象 那么这种现象啊 就是最清净的一种现象 最清净的一种现象 这个咒语的重要 大家都应该要知道了 大家都应该要知道 那么我们也晓得 这个修这个法 有一个次第 有一个次第 你们自己本身啊 要知道他的心要可觉 可以看那个 《莲华大光明》 《莲华大光明》这一本书 就是 密教大光伐 密教大光伐这一本书 以前就是我曾经讲说 讲说这个密教修行的 最细的这一种说明仪轨 这一本书 密教大光伐 这一本书 好谢谢 我妈的 Pemihom